而加拿大温哥华的Real to Real 青少年电影节刚刚落幕 看见了以原著名族作为主题的电影 这是一部瑞士制作的电影 片名叫做《莎娜 狼之鹰》 这部电影是住一位年轻女孩 始终无法走出母亲死亡的悲伤 终于在遇到了一位小提琴老师之后 改变了她的命运 在这位老师的帮助下 莎娜发现自己拥有非凡的天赋 还发现了一个她从来不知道的内在的自我 以及一直保护着她的狼的灵魂 这部电影在加拿大温哥华的 在Real to Real青少年电影节中播映 这是一场展现出文化多样性 和原汁原味内容的电影节 这部电影是由第一次演出的 Sunshine Odonovan和Delila Dick 领先演出 当Sunshine听说电影的制作人 正在争选会拉小提琴的年轻女孩时 她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去试镜的是女主角的角色 电影中饰演小提琴老师的Delila Dick 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位老师 电影演出对她来说获得很多乐趣 而透过这部电影 有许多重要的讯息要传达给青少年 这部电影是一个很厉害的 也许多连生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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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定的方法 要通过这部电影 根本就有个人 在你身边 你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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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电影 在影展中 另外一部备受瞩目的电影 是《如果我有翅膀》 我不能看到任何人的希望 他会成为团队 他会成为团队 我并不想看他被困难 故事内容是一位眼睛看不见 却梦想要成为田径场上的 运动明星的16岁男孩Alex 以及他的好朋友Brad的故事 虽然Brad到处惹是生非 但决定要协助Alex完成梦想 Alex正在试团队 你在玩笑吧 对吧 我希望你们能够对Alex 对吧 对吧 你很帥 你很帥 有点帥的手 Juli Juli说的 那你会有个好处 你会有个好处 那你会有个好处 好吗 好 好 Brad和Alex一起集训 最终Alex不只是在一场比赛中 取得佳击 也克服了一路上 对他的霸凌和欺负 来自加拿大原住民族 Cree族的男演员 Dorn Cordinell 饰演这位调皮男孩Brad的父亲 瘋了 Brad 我认为这一部分是 因为这部电影的 是关于欺负的 因为有不同的方法 对欺负的欺负 即使去教授 或是你的父亲 让他们知道 什么事情 我们是我们的团队 记者读戏林伯红编译 好 好 好 你 感谢观看